好的,欢迎回到GAS的看一期少一期的玩具评测视频 那么今天呢,我们来介绍内容是 这个DELUX CYCRO TORON DRIVER 没错,就是在假面骑士50周年纪念电影里面出场的 来自未来的假面骑士CENTURY 用来变身的这个变身腰带啊 那么还在这外里,我们先来快速的看销包装 正面,左边,右边,上面,下面,背面 包装盒上面没有印刷任何的玩法介绍啊 说明它是一个PP限定的产品 那么微包中的介绍呢,就先到这里 我们先把它打开,看一下本体表现如何吧 那么打开之后,里面的内容物非常的简单啊 只有一个腰带本体,还有它的袋子和背扣部分 看来未来的万代也依然在用自己的老模具啊 节俭环保啊,好事儿 然后腰带的本体啊,长这个样子 正面看过去的话,整个腰带的外观非常的简单啊 外面一层塑料壳上面是有喷特殊的涂层 光照上去的话会有一点点紫色的反光 然后里面的细节全部是用了一个银色的涂装 这个外观整体表现还是非常酷炫的 只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我拿在手里第一反应啊 是在海鲜市场上面见到的鸟鱼 整个腰带的尺寸呢,其实也是非常的小 它跟DEMONS DRIVE是差不多长 但是厚度又薄了不止一半啊 然后转一圈啊,给大家看一下它的造型 发声喇叭口呢,是在上面的 背面长这个样子 可以看到有两个电池舱盖 这两边都是需要装电池的 一共是三节7号电池 这个是需要我们自己准备的 可以看到一整个腰带除了背后的开关以外 是没有任何突出的按钮的 那么这款腰带要触发音效呢 就是按压这个面板 正面这一整块面板,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可以进行按压的 一共是有两个按钮啊 一个左边的,一个右边的 按左边和按右边触发的是不同音效 我们先来把腰带给它穿上去 几十年之后的腰带安装方法还是跟现在是一样的 可以看到腰带上面是有写L和R L就从左边穿出去 R从右边穿进来 在中间卡住 把背扣套进去 这样子的话就安装完成了 整个腰带带子部分个人感觉是比以前的 都还要短上一节的 打开开关 这款腰带是有好好的做开机音效的 具体的玩法说明官方是有给到一张说明书 只不过这一次的二维码我依然是扫不出来的 不过好在具体玩法 它也有好好的印在纸质说明书上 既未来又复古 那么开机之后 按动面板左边和右边都是会触发不同的音效的 右边部分单按就是台词 变身之前的台词呢一共是有13句 而且是两个人的台词都有收录 长按右边的按钮会有变身的台词 是只有一种音效的 而且这个变身的台词是两个人一起喊 短按左边的按钮会有一个时间旅行的音效 长按的话是没有特殊音效的 同样还是一个时间旅行的音效 那么看到这里大家就已经发现了 这款腰带的卖点就是中间的这个LED灯 每个区域里面都可以进行单独的发光 而且这个发光还是非常的均匀的啊 这个是左右单点的玩法 两边的按钮一起按下去就会进入变身带机音 转到侧面来给大家看看这个光 再次按下去就可以变身 变身完成之后单点右边的按钮 会触发变身后的三句台词 一共是只有这三句 左边的按钮按下去依然是时间穿越的音效 这个没有什么新的音效 两边的按钮一起按下去就是必杀带机音 这次一共可以释放三个不同的必杀 第一个必杀在进入必杀带机音之后 按动左边的按钮 然后第二个必杀是按动右边的按钮 第三个就是两边一起按 反正这个腰带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直在秀自己的颜色很多哈 想要解除变身的话就长按右边的按钮 就会响起这么样一个解除变身的音效 这个时候再按两边的按钮的话就不是必杀 而是变回变身带机音了 那么这个是假面骑士Century的变身音效 这个腰带还有收录第二个假面骑士Century Blake的变身音效 要触发那个变身音效首先需要把开关关掉 然后再按住左边按钮的情况下打开开关 可以听到开机音效和灯光效果已经不一样了 什么都不按直接开机 按住左边按钮开机 然后如果按住右边按钮开机的话是不会有新的音效的 就跟正常开机是一样的哈 进入这个模式之后除了变身音效有区别以外 长按右边的按钮是没有变身的台词的 它是不会想任何音效的 其他的像是触发的台词 还是这个时间旅行的音效 都跟上一个模式是一样的哈 没有任何的区别 然后我们来听一下变身音效 可以看到这个模式变身是没有变身带机音的 直接就给你播放变身音效了 变身完成之后必杀带机 必杀技 音效和光效都是一样的 解除变身 也可以正常触发 也就是说它只有变身音效不一样 其他玩法都跟直接开机的这个普通模式是一样的 那么可能会有人要说了 如果我不按左边和右边的按钮 我直接按中间呢 可以试一下哈 按中间的话呢 它就默认你是左右两个按钮一起按下去了 没有什么新的隐藏音效啊 好 那么以上呢就是这一款腰带全部玩法了 这个玩法非常的少哈 整个腰带的卖点呢 就是它简约的造型 还有这个炫酷的灯光了 整体呢 跟目前在播的Levice 也是不能够进行任何的联动的 他身上没有任何的联动插槽 个人呢是推荐给那些看了剧场版之后 非常喜欢这一个角色的人去购买 还是那句话啊 这些东西都只是玩具 玩一玩都肯定是会腻的 不如选择自己喜欢的角色哈 就算不玩摆在一边看着自己也会很开心 那么这一期视频呢就先到这里 我是Gas 我们下一期再见